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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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叫我所为何事 府上来的贵客 您随我到会客厅便知道了 我听说李大人平时也喜欢吟师作父 今天中午我在郊外紫珠林 设兰亭春宴 整个封城的名士 都会来参加圣宴 为李大人助兴 左相大人 您太客气了 父亲大人 你来得正好 这位是李部侍郎李大人 李大人 好 好 果然是顾叛神妃 一表人才呀 难怪做出那么好的献天授令啊 李大人 日后如果犬子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还得倚仗李大人您哪 客气了 是妖国吗 为妖国效力的都是牛鬼蛇神 我一个凡人去做什么 李大人 你看这孩子啊 前两天去了趟仙山 从仙山回来之后 就喜欢说一些 怪力乱神的这种玩笑话 李大人不要见笑啊 鬼公子真是浑仙有趣啊 一会儿兰庭春宴上 更要一鸣惊人喽 抱歉 我今日师兄全无便不去了 不做师还可以抚琴嘛 李大人 这位是原骊国皇后的嫡妹 秋华夫人 听闻 秋华夫人和玄珠公主 貌若天人哪 今日老夫得性相识 朕乃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啊 那个玄珠公主怎么没来啊 小女玄珠正在准备春宴之舞呢 所以子晨哪 你要是不抚琴 让玄珠一个人跳舞 那她可是要出怪弄丑了 你也忍心哪 都不抚琴 在好库上 我只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大人 这等盛宴若能品到人菜 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李大人 你的提议甚好 王管事 老爷 吩咐下去 诺 来 李大人 好 李大人 请 好 好 好啊 好 余音绕梁啊 老夫真是大开眼界了 您过奖了 那我们敬妖神 敬玄珠公主 还有租 我 李大人 我这个儿子是越来越散漫了 你看 刚弹完琴就走了 高兴点 自己留不住男人 别一副怨天尤人的样子 母亲教训得是 对了 玄珠公主 你可不要生气啊 以后这臭小子 再有这种毛病 你跟我讲 我一定给你做主 大人莫要怪紫辰 其实我跟紫辰已经约好了 他有要事 能为玄珠抚琴 已经是忙里抽闲了 您这儿媳啊 懂事 得体得很哪 哪里啊 是紫辰优秀 我这个女儿啊 都被我惯坏了 一身的公主脾气 唯独就是对紫辰 乖巧伶俐 圆容大方得很 秋华夫人 还不是你这个做娘的 教女友方啊 田园大帝 国力昌剑 今日 妖兵戍边 尼戎一级 已全部产出 我会想到你 都会变得很害怕 你怎么会变得很难 我都会变得很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左相啊 你干什么去 紫辰怎么办 相国大人都不在了 还要走紫辰干什么 快走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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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是第一个人 灵灯不灭 灵力将会受到生生世世的苦楚 灵魂老贼 灵魂老贼 欠了大礼的 你就这样说罪吗 Chr сос 没什么 没事 起来吧 药都煎好了 眉山 我想通了 我想通了 来来来 她想要去报仇 就让她去 毕竟最后成事 不在人更不在天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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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个麻将 药还没喝呢 救援 你那两粒封住了 调心还起码半个月啊 那你跟我来啊 那不送了 这不遭见东西呢 都下去吧 少爷 大家都退下吧 就是治不好 为父也会一页一页地念给你听 这么久的事 忘了 我这个父亲做的 真是不怎么样啊 我知道 这三则对你意义非凡 所以我差人把它赎回来了 我差人把它赎回来了 这一切都没有 我差人把他赎回来了 我差人把他赎回来了 把妖神像给我拆了 少爷不喜欢 像你这样有报复的才子 卷该为国效力 佛 哪个国 若能品到人才 你的体意甚好 可皇帝陛下他亲自找上门了 他亲自找上门来求我 我就得答应吗 我能不能让你 你还不懂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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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想 你还不想 你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莫非 我爱你 我爱你 阿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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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吃好喝好啊 哎 你这什么菜啊 这菜啊 是咱们大厨为这花创大会 新创的菜 叫独占花魁 有意思 独占花魁 这名字真让人浮想联翩啊 这独占花魁是选出来 给太子殿下享用的 你呀 就吃你的大萝卜吧 来来来 吃 来 两位慢用啊 来 郭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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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来了来了 她今天告假了 我来我来 那你快点的 我还得准备外花楼的饭呢 哎 是是 好 麻烦您了哈 没事 慢走啊 哎 哎 哎 母亲 你今天已经买得够多的了 买这么多 都不及这个料子呀 用它做一件侠配 定能在中元节 李军侯的家宴上 押到其他贵妇 但是我们没有银子了 那怕什么 先舍着呗 紫辰她今日复心 等她发小之后 再过来还呗 店家 哎 来了 这个料子我也要 好嘞 连紫辰都知道沈氏夺氏 去当太子的詹事 说明她比以前明世里了 倒是 一点账金都没有 哎呀 您二位 还买不买啊 啊 买 买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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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包起来 啊 那账还记在佐家 这 那当然了 啊 那好 那好 啊 喂 老板 哎 能不能再便宜点 我可是要当太子妃的人 哎呀姑娘 您可别难为我了 我这小店啊 今天 来了十来位太子妃了 实在不能便宜了 走 这花创选妃声势一起 高都街头的每一只母耗子都想当太子妃了 是啊 二皇子来了 啊 二皇子来了 走走走 二皇子来了这 来 殿家 这是 啊 夫人 今日二皇子入京 您就行礼吧 啊 想不到 这天原国皇子的牌场可真大 玄珠 你要是呢 要是能 母亲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她 哎 快点快点 买力点啊 这可是花创大会的主会场 要是耽误了公期 我告诉你们 太子殿下 会把你们一个个送去祭妖神 听到了没有 这 啊 下货 哎 川姐您怎么才来啊 我路上耽搁了 快去吧川姐 谢谢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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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哎 给 这 川大厨啊 呦 川大厨啊 你可来了 今天店里实在是太忙了 后面还是 行 让他们都吃饭吧 哎 吃饭了吃饭了 来啊 锅来了都来了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吃饭 来 快点回来 慢点啊 吃完了干活 别急 豆腐豆腐来来来来 真香 干嘛呢小川 是个牛肉 这是个牛肉 这款 哼 是不是 好像是挺我们的 我每个人都没吃 店仔 好 好吃 就是 这个牛肉 你掉他的牛肉 我改了 我过来 我改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比你漂亮 可惜了 殿下 饶命啊 来人 不要啊 殿下 想办法弄点漂亮的 殿下饶命啊 殿下 殿下饶命啊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殿下饶命啊 殿下饶命啊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臣东宫瞻室左子晨 拜见太子殿下 原理 听说你今日一当职 就把积攒了几个月的表尖 文事全都赚你完了 承蒙殿下清也 微臣自然不敢懈怠 不愧天下第一才子 本王以为你心蒙大丧 本不会应召做我的蜀官呢 报国为政是先父的一致 臣自当万死不辞 左卿 还有一件事 本王倒是一直想问你 殿下请讲 听闻你在相娶山修席过 让那山主老儿医好了眼睛 正是 那你见过山主的大弟子 傅九云吗 殿下想问什么 也没什么 就是听人说起他 我这不想问问你 他长的是什么模样 是个怎样的仙人 库九云看似有手好险 成日挑逗女弟子 但其实他的功力 在所有人之上 山中的大小事物 都要倚仗于他 依我看来 他倒是一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 左卿对他评价颇高啊 我还以为那庸俗的仙人 都入不了你的眼呢 不过 不过 不过他也有 令人讨厌的地方 他总是对身边的人 阴晴不定 兽话间虚虚实实 叫人不敢深交 这么说 你也曾与他交好过 这些话 我都是听其他弟子说的 此人常年 折服在山后的府邸 与我真正的 也只有一面之缘 这样 那你当时怎么 逃下来的呢 有一位朋友 在白河龙王屠山之前 因我从后山逃出 此人名叫玄珠 是王黎诸侯之女 先父委托她 带我上山治疗眼睛 这个玄珠我倒是知道一二 她的母亲邱华 可是出了名的红人 各种名云富贵的聚会上 她都会不请自来 听说她 秋华夫人 与先父是故交 你们骊国人 互相之间都是故交 今天不早了 你今日当职也累了 回去歇息吧 诺 左卿 非为你 人群罪还得出 你认为他 文猴 和其他民众相对 没有 没人 大名的 但是赶紧 这就一件十佛 他所存了 好 有什么 人群罗 人群罗 一些群罚 你们下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秋华夫人 紫辰 静耀夫人休息了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明日太子东苑晨游 邀请夫人和玄珠一同前往 真的 也劳烦夫人通知玄珠一声 那 那我马上告诉她 紫辰啊 这些天玄珠有些不懂事 你别往心里去 不会的 她最近心里有气 不跟我说话 我很能理解 她这小儿女懂什么呀 这全天下都快成天元国的了 你这么洪才朔学 不在天元国做个官 那岂不是耽误一辈子吗 夫人说得极是 紫辰一定继承父亲的遗志 必须出事 干一番宏图之志 李一国已经成老皇帝了 李一国已经成老皇帝了 你别和她一般见识 夫人早些回房休息吧 紫辰 先行告退 未经许可在是 没有千万小孩 如果你得到的 一群都美有什么 对 现在 一群都不得了 由 男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不是 老板娘 郭大婶 你们要有什么事你们就直说吧 川儿 你来我们这儿有一个月了吧 有些话我本不该说 但是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 如有冒犯你可别介意啊 我介意 川儿 俗话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女孩子吧还是早点嫁人的好 你看你这年纪也不小了 不如在我们这儿成个家如何 咱们店的小伙可都挺好的 老板娘 我看这样 首先给她放几天假 让她也去那花创大会试试 说不定 不行不行不行 我就依村姑什么选妃大会 够不着够不着 那你打算就这么一直单着 就这么一直单着 其实吧 我有心上人了 是豆豆哥 豆豆哥说了 等赚好了陈亲的钱 就来娶我 豆豆哥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画画的 总是四处游历 说要找什么灵感 画画画 画师 难道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要是看上川 那除非眼睛被使狐了 我不是那意思 你别多想啊 那你说的是谁啊 公子齐啊 公子齐 怎么你认识啊 我 他 不认识 我怎么认识他呢 我就是以前在老家的时候 听说过这么个人 那不奇怪 公子齐 可是天下文明的画线 女子们要是和他握上一下手 便想着放下所有 跟他私奔 就是就是 谁要是有缘 让他画上一张像啊 那就直接被那个礼部 挑重重选了 我今天可算是看见了 就在那个门开门闭的一小婚啊 我看见他画画的样子 哎呦 我 我 你今天搞价 原来是偷看公子齐了 害得我替你干了一天的活 我 我哪是偷偷看他呀 我光明正大看他的 你就是偷看了 我光明正大 哎 等等等等 那他在哪儿啊 不是 我可以 note 你 哪兒啊 还有一道 但是你哪儿 没有啊 是 帐 恐怕 就 basic 倒 Imagine 不想 臣服秋华 臣女玄珠 觐见太子殿下 来了 你就是那个玄珠 正是臣女 你师父死在香渠山上了 你怎么还活着 我师父虽已身死 但他的徒儿们都得以保全 我惦念他老人家一辈子 不死哪香渠老二 徒儿徒孙都被我们杀光了 他自己却躲得起来 你当时挺硬气 不惧本王 这性子我喜欢 殿下 这是最近真选的女子画像 放着吧 本王都快看乏了 千篇一律 简直像是剑上画师的记忆 不是这些人 看看吧 替本王审审 这 这莫非是 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画 画师是谁 天下 这画呀是公子齐画的 这公子齐早年在骊国出现过 是一个懂点单清音律 喜好美色的散仙 公子齐 倒是有所耳闻 你们见过吗 你们见过吗 未曾 未曾见过 传闻着公子齐 喜欢出入风月场所 故不愿抛头露面 天天戴一个青木面具 终日抚琴作乐 抚琴 来世的仙人 殿下可曾认识他 公子齐 公子齐 小树桐 小树桐 这里可是公子齐的住处 我想让他给我画张像 劳烦通报一声 你也是来找我家先生 要画的呀 是啊 这些都是来问他要画的 你自己去看吧 出来了 出来了 今天的时间到了 大家都散了吧 明日再会课 都散了吧 都散了吧 好 老板娘 后处我都弄好了 我今天告一天假 为什么 我去一趟凤鸣山 看美女 我看你是失心妄想 做起太子妃的春秋大梦了吧 我哪有 我真的是去看美女的 你今天这么努力的打扮 就是去求画对吧 你就让他去吧 他要不努力一下 还真不知道什么叫绝望 行了行了去吧 但是得帮我要个公子齐的签名回来 行 我也要 好 今天倒扯得好漂亮 好漂亮 公子齐先生 三儿 这画 简直是太妙了 姑娘客气了 我方才以为 先生隔着这层屏风 难以作画 是我太笨了 像您这样的大师 无论隔着多少层屏风 都若无误 等我选上太子妃 我一定来找您重谢 三儿啊 送客 本公子要休息一下 过一会儿子叫人过来 姑娘请 好久了 怎么还不出来啊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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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 这里便是公子杰的住所 他们怎么在一块儿